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可力呼 又到了開心的新品與新車時間啦 來瞧瞧最近我又發現什麼趣味的玩意吧 首先我來分享一下如何簡單的保護車架 你看我們自行車的車架通常都是有這樣的噴漆塗裝 這類塗裝的做法通常是先噴一個底色 然後再貼上各種設計的貼紙 像是Logo的部分通常就是貼紙 然後再噴上亮亮的透明漆 最後把車架放進烤箱裡面背給下 Q了之後就是這樣像糖果一樣亮晶晶的 通常品質都是蠻不錯的 正常使用下很多年也都是亮晶晶像新的一樣 不過跟大部分的烤漆表面一樣 這個表面也是很容易被刮花的 尤其是跟硬的東西摩擦的時候 像是這個線就是很容易把車架的漆給磨掉 有了接觸的地方如果沒有保護的話 沒多久就可以把漆給磨出一個洞 所以有像是這樣的保護套 套在線上面保護一下車架 這個上面還有Bianchi的Logo 蠻可愛的 市面上也有賣這種漂亮的小貼紙 品質是非常的好做得很厚 像是這樣線的地方就蠻危險的 可以在這邊來貼一個小保護貼紙保護一下 根據我的經驗 我會烤漆最快的就是沙加上水 綁帶部分就是很容易刮傷車架 這個西車架綁車的位置也是一樣 你可以這樣綁來載自行車一兩年都沒事 但是只要遇到一次下雨 沙進到接觸的這個位置 一個小時之後這個部分就被磨成消光的了 所以我在車上有放一起的這種保麗龍 這樣子就可以保護車架的這個部分 但是有時候坐別人車的時候 這個保麗龍就會忘記帶 後來有車友跟我說去買這種3M的透明貼紙 這個是專門用來保護烤漆表面的 價格也蠻便宜的 它就是這樣的一卷貼紙 你要貼的時候把車架給擦擦乾淨 然後減下你需要的長度 我的經驗是可以在要貼的位置先噴一點水 像我們這樣笨手笨腳的人 就可以有多一點的時間 在貼紙被完全黏住之前把氣泡給推掉 然後就是這樣盡量的把它給貼平整 這個貼紙剪越小張就越容易貼得漂亮 貼好之後就是這樣 幾乎是看不出來有貼 不過近看還是看得出交界線的地方 還有這個LOGO的部分原本是消光 但是貼到的部分就變成亮光色啦 最好的方式就是站遠一點看 只要站到一公尺以外 就看不出缺點啦 簡直就是藝術品 越看越滿意 像這個貼紙我自己已經用蠻多年了 這個的確是不錯用的東西 今天有拿出來貼這個小藍車的原因 就是我們要來幫這個車裝袋子 這是SHIMANO旗下品牌PRO新推出的自行車包包 這個藍色的PRO LOGO是SHIMANO家族配件的標誌 一般來說喔 上管包的印象都是很休閒 但是印上了PRO的LOGO啊 立刻就變成很專業的感覺 質感上面是做得很好 可以說是我看過做得最好的上管包了 而尺寸上面就是很標準的上管包的尺寸 手機錢包等等的都可以裝進來 而太大的東西則是不適合裝在這個位置 因為如果上管包做得太大喔 下車的時候就會裝到啦 綁帶的設計算是做得很精緻 可以說是我看過最有考慮到保護車架的綁帶了 裝上去之後就是這個樣子 有個拉鍊可以很快速的打開與關起來 尺寸算是蠻實用的 裝手機錢包還有一些吃的 大小算是蠻剛好的 旁邊還有這個綁的 這個就是給你綁一些薄薄的東西 像是香蕉就是不適合的 因為踩踏板的時候就會踢到香蕉 那你旅遊的時候經過的小鎮啊 通常都會在旅館給你這種小鎮地圖 像這個是春田市的地圖 就是新普生掐的那個春田市 你把地圖折起來放在包包的旁邊 這樣就很有單車旅行的Fu了 啊Pro牌同時還有出這個車架包 這個跟上管包的風格是完全不同的 上管包是做的非常的厚實 它這個車架包是極度的輕量化 幾乎就是一片紙這樣薄 它可以放很多很多東西 這些吃的全部都可以放進去 甚至還可以放很大的東西 像是泡麵和馬鈴薯都可以放進去 放在車上就是這個樣子的 非常巧的是跟我的車架是正好密合 不知道是Shimano設計太厲害 還是單純就是運氣太好 正好就是一整個剛剛好 接下來的這個更厲害 這個是Pro牌的超大座管帶 我已經試過了 這邊所有的東西都放進去 還有多的空間 你去旅行的話就可以帶更換的車衣 還有一套晚上穿的衣服 中午吃的便當 還有晚上旅館吃的泡麵 還有很重要的水果等等的 只要你的旅行是住旅館不用自己搭帳篷 那這個超大的坐墊包應該就是很夠用了 我猜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要帶換洗的衣服 因為其他的應該都是在沿路上買的到 它這個包呢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它完全是靠房 不需要另外的支腳 你看它就是用做工這個部分來穩定的 完全裝上去就是這個樣子 感覺非常的威風啊 好像已經完全準備好要去環島旅行的樣子 而我像這樣全部武裝在家附近騎了幾天 感覺上這些裝備是完全OK的 這些包包並沒有干擾到騎自行車的順暢度 踩踏與操控的姿勢也是感覺一樣 做管帶是出乎意料的穩定 我原本以為載這麼多東西一定是會邊起邊晃的 但是只要把它所有的固定點都拉到緊 這個大包包是幾乎沒什麼晃 三個之中我最喜歡的是上管包 因為它拿東西是非常的方便 像是手機還有吃的都是很容易就拿出來 不過我覺得最好看的還是車架包 感覺很厲害的人都是裝車架包 比上管包看起來厲害很多 而且大小剛好 竟然還完全可以拿到水壺沒有問題 當然你的車架並不一定也是這麼剛好 所以有興趣的話還是去店裡比對一下比較安全 總之這套裝備是蠻帥的 給自行車完全不同的Fu 路上遇到的人都會問你是從哪裡騎來的 裝上這些包之後 就很想開始去騎自行車旅行了 Cervelo家最近出了新的公路車叫做Soloist 所以Cervelo家現在有4款公路車了 而且大部分款式的都還是蠻新的 R5是爬坡型車款 S5是空力型車款 還有Cardonia是耐力型車款 新出的這個Soloist非常有趣 是Everyday車款 他在性格上的定位 就是在他們家的爬坡車與空力車的中間 比他們家的空力車還要不空力 但是比爬坡車還要更空力 官方的說法是重量比R5重250克 但是比空力車S5輕250公克 這個就看起來很有趣 換句話說就是S5比R5重500公克 那還真是差蠻多的 總之新的Soloist是有公布重量的 車價重量是919公克 前差374公克 感覺上並不是什麼驚人的數字 但是以空力碟煞車來說其實是蠻不錯的 重點是這次的新車定位 並不像是S5或R5那樣的精英 新的Soloist可以說是Servelo家的二級車款 Servelo家的車一直都是很不便宜的 其實我會說公路車跌煞化又有電子變數之後 這些名牌公路車都變得貴得很誇張 像是頂級S5這種13000美的價格 感覺上是貴的可怕 但是其實也是漸漸的見怪不怪 這個S5的車價組5500美 這個也是現在標準的頂級車價的定價 而這款新Soloist則是走相對親民路線的 它的乘車都是最高搭配到二級變數 還有這個也是很有意思 這款新車也是有搭配 11速105機械變速的乘車 還有這個更厲害 這個車價組正好是S5一半的價格 而這款車除了價格比較親民之外 我覺得它也有幾個很可愛的特點 第一是它可以裝很胖的輪胎 官方的說法是可以裝到34的胎 還有它們這個隱藏線的做法也是蠻可愛的 這個也是最近漸漸流行的做法 就是沒有很勉強的要把線完全藏起來 就是簡單的讓線放在龍頭下面 然後從頭管前面走進去 所以拆裝的步驟可以變成稍微比較簡單 我覺得Servelo的車價總是設計得很漂亮 尤其是它們這個頭管的造型是很有特色 一看就是感覺很優雅很Servelo 那這款新Soloist也是第一眼看就很順眼 幾乎覺得美貌上面是一點都不輸S5與R5 加上這個定價是相對的親民 像是這麼漂亮的車價組只要2700枚 家裡的零件隨便拿來湊一湊就可以有Servelo了 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 我猜新Soloist應該會是相當熱賣的車款 Canyon這個月也推出了它們家新款的Ultimate 這個Ultimate是它們家的爬坡型車款 也是Canyon家的招牌車款 官方的說法是Ultimate在它們家的地位 就像是911在寶石街的地位一樣 那距離上次Ultimate改款已經快要5年了 現在這個是第五代 乍看之下其實就是跟上一代一樣 官方的說法是故意要做到外觀看起來一樣 因為要喜歡這款車的人一眼就看得出這是Ultimate 不過在細節上還是有很多小改變的 KM把這個車拿去給Swissside做很多的空力優化 在外觀很像的狀況下 微調很多不容易注意到的細節 號稱是比上一代空力優化了10瓦 10瓦其實是非常的多 為什麼看起來一樣卻空力很多呢 主要的差異就是在這個新的把手 現在這個把手就是他們家空力車AERO上面的那個把手 就是之前初爆斷掉 RECOLE搞了一年的那個問題把手 當然我們可以相信這個把手曾經這樣大大的粗暴喔 現在再次出現應該是不可能再斷掉了 合理的推測一定是這樣的對吧 那說真的喔 我對這個把手是非常的欣賞 這個是可以自己調整寬度的把手 這個是真的蠻棒的 有的時候把手都不敢在網路亂買 因為常常標示的寬度跟實際的都不一樣 KANYEN作為一個直銷店 讓客人可以去自己調整把手的寬度 真的是載天才也不過啦 座管的部分也從原本的圓形座管 變成D型座管 特別有提到座管螺絲的位置有改變 把座管螺絲改到裡面 這樣比較不會被水噴到生鏽 KANYEN Ultimate一直是市面上指標性的輕量化車款 KANYEN都有推出過4.9公斤的Ultimate乘車 簡直就是夢幻一瓶 當然4.9公斤這種數字啊 通常是只能有框煞車才能達到 現在新款Ultimate是只有出碟煞版的 自然是不會有任何靠近這種4.9的重量 那這台是他們推出最頂級的乘車 重量是6.3公斤 在碟煞公路車中算是非常輕量化的車了 也算沒有辜負Ultimate這個型號 價格是11000枚 KANYEN作為一個主打划算的品牌 價格通常是比同級名牌便宜20%左右的 像是這種重量與規格啊 在Track、Servelo還有閃電牌 他們的頂級乘車就會再好好的再貴個2000枚 KANYEN的Ultimate價位是跟捷安特的TCR差不多 而且同樣也有出親切的105機械變速乘車 我覺得應該也是會銷售很好的新車上市 這個月Track也出了他們家的新Domani 這是他們家三款主要的公路車之一 他們有空力車Madone 這個是很新 前幾個月才改款的 還有爬坡型車款Emonda 這個大約是1歲左右 而現在這個最新的這款Domani 是屬於耐力型的車款 那這次改款主要就是把Domani給變簡單 Track原本的Domani可以說是特色很多 在座管部分有特殊的避震設計 甚至還可以調整那個軟硬的程度 而且調整的範圍還蠻大的 那前面這邊也有避震的設計 這種在公路車上前後都做避震的車款 並不是太多 所以它算是蠻有特色的車款 通常有這款車的人也都蠻喜歡這些設計的 問題就是有這款車的人相對不是很多 因為這些避震設計讓它在重量上面 明顯比同價位的車重很多 公路車重自然銷售上就是比較困難 那這次的改款就是要讓車變輕一點 後面從原本可以調整的抗震結構變成不能調整的 而原本前面有的這個抗震的裝置則是完全的取消 這兩個改變讓Domani比前一代減輕了300公克 Bike Radar說車架組重量是2.6公斤 Track的官網寫2.5公斤 不過這些數字直覺上就是很奇怪 這是比一般鋼管車還要重的重量喔 簡直是很難想像喔 碳纖維車可以做得這麼重 簡直可以說是市面上最重 我都有點懷疑喔 是不是寫錯了 不過你看這個13000枚的乘車喔 這是搭配Siren Red 輪組與零件也都是加到底 而且這個是輕量化版的車架 不是一般的Domani車架喔 這個樣子都要7.8公斤 所以一般的Domani我猜是很可能會超過9公斤的 算是很重量級的車款 不過這個車也是有很厲害的地方 像是這個下管裝東西的設計就是非常的可愛 應該是可以裝蠻多的 真的是非常希望自喜的車也能有這個機關 而這款車的輪胎寬度也是縮嘴的地方之一 它可以放進38C的輪胎 不過每次買Gravo車都是附37C的輪胎 所以您要把Track Domani當作Gravo車用也是可以的 它就會是一台非常漂亮的Gravo車 唯一的問題呢 就是它也是比一般的Gravo車還要重 你看這個重量喔真的是很奇怪 這台是他們家自己的鋁合金Gravo車 Checkpoint 這個啊只要Domani一半的價格 重量呢卻是比Domani輕 新Domani的重量是不是蠻奇妙的 相比之下這個Track的Checkpoint好像變得很棒 那我家附近的Canon 6店喔 最近改成了Track店 今天經過的時候還在裝潢 老闆還送我們大家T-Shirt 穿了這個T-Shirt 就感覺應該要來買一個Track車 送T-Shirt的威力喔真的是蠻強大的 好啦 非常感謝您的觀看 麻煩按讚來支持一下這個頻道 還沒訂閱的朋友也這一次來加個訂閱吧 掰掰